2年97歲的賭王何鴻生 日前被全病房急轉直下 要送去深切治療部搶救 而賭王各房的家人亦相繼來到醫院探望 三太陳婉珍和女兒何超年 這日大約下午2時多來到醫院 有,好像一樣的 我怕理事 你問他吧,我上去,我要接客 好,謝謝 謝謝 多多一半 好 我快去理事 你們身裏怎樣充足 其實大家是試著身裏傳這些東西 真的挺不容易 沒有啊,沒有啊 沒有啊,沒有啊 有幾多大的嘛 看著,看著 是呀,收得驚呀 收得驚呀 而四太梁安琪和兒子何佑君 就在三太到醫院後離開 四太還穿著之前一天的衣服 相信是通宵留下來陪著賭王了 多少人帶我們 多少個 五太站在那裡 兩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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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太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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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們坐甚麼都可以 你們兩個負責 你們給我負責 好嗎 全部給我回家 好 大約一個多小時後 超年就在醫院離開 是否很高級 其實他現在都不錯 他沒有差過 對 好 拜拜 拜拜 超年走了沒多久 弟弟何佑啟就到了 至於何超雲就在四點多離開醫院 但是對於記者的提問 超雲就沒有回應 然後到了夜晚 二太何超鳳和何超儀 還有老公陳子聰 就一起去到醫院 還向在場記者大派利是 就是個不錯的 我對你 現在看到了 他剛才是可以到 今天要做了 我做了 你真的很好的 我指定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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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mma 好